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请您和大家分享如何制作流淌的文字效果 下面我们开始操作 首先我们选择媒体里面的样式颜色 我们选择三种颜色 浅绿色、蓝色、橙色 分别放在不同的轨道 我们锁定绿色 对蓝色和橘色进行挪动 点击橙色 将它挪动到最上面 点击蓝色 将它下拉 这样的话露出绿色 好,这样就可以 然后我们制作的是流淌的自洗效果 我们要添加流动的水的效果 点击效果 我直接在搜索框 入入water 搜索出来四个 我们用默认的就可以 我们将效果添加到第四个轨道 我们看一下效果 这样初步的流淌效果制作完成 我们对时间轴进行缩小 在右侧空白处进行文字的制作 我们选择样式颜色 黑色即可 点击标题 选择默认的字体 双击键入 更改文字 我们就制作water 我们制作water 字体我们选择大而粗的impact 字体的大小 手动键入220 这样比较大 显得效果更棒一些 点击好 选择右侧的快拍 将文本就制作完成 将黑色模块和文本素材进行删除 将制作好的文本 添加到时间轴 第五个轨道 对文本轨道进行双击 点击图片 合成 混合模式下拉 选择变暗 这样初步的效果就显现 然后我们对效果和文本文字进行锁定 我们主要是调整中间两个颜色 蓝色和橙色 我们选择蓝色 将蓝色的框轻轻的往下拉 一直在文字的边缘 这就可以 点击橙色 同样上拉 露出一点就可以 选择动画 橙色是由上往下 蓝色是由下往上 现在是选的是橙色 我们点击移到最底层 点击好 选择蓝色 双击 它的动画选择移到顶部 点击好 我们看一下最后的效果 这样流淌的文字就制作完成 最后的效果不是太明显 那你还可修改 比如说漏的稍微多一点 如果你觉得效果不够太明显 那你可以对整个影片进行裁剪 裁剪之前 打开所有的轨道 选择所有的轨道 点击裁剪 选择删除 再看一遍 这就比较快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